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近日司法部负责人表示 全国已取消奇葩证明一万多项 分享链接到朋友圈就能够送礼物 坚持打卡就能返现 相信不少人的朋友圈里都有过类似的分享内容 不过近日微信叫停了这样的利诱分享行为 湖北经济学院研究生副试成绩两次攻试 200多名考生成绩前后不一 其中有何缘由 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首先来看我们今天的热线 发布 5月14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司法部负责人介绍了开展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相关情况 据了解 截至2019年4月底 各地区各部门共取消证明事项一万三千多项 清理事项主要包括法律事实 法律关系 资格 资质 能力水平 权力归属及客观状态等五个类别 国家网信办5月14号发布消息称 2019年1月至4月 国家网信办会统教育部 全国扫黄打飞办等有关部门 开展教育类移动应用程序专项诊治 查实作业狗 口袋老师等二十余款程序 传播淫秽色情等违法违规信息 存在过度商业营销和娱乐化等不良行为 目前国家网信办已经清理下架了部分程序 关停违法违规情况严重的应用服务 对于不少人来说 考研是一次重新选择自己未来方向的机会 但是前不久 报考湖北经济学院的200多名考生 两次攻试的考研成绩却出现了大面积的修改 有0.5分至43分不等的加减变化 据了解 3月30号 31号 湖北经济学院组织了会计硕士专业学位复试后 4月1号就攻试了成绩 但是 4月13号 学校撤销了此前所攻试的成绩 替换发布了新版本的成绩表 对比前后200数据 293名医治院考生中 除及个别考生外 绝大部分考生的复试环节成绩都出现修改 分数值变化在0.5分至43分不等 那么4月凌晨学校官网上 应该是公布了这次孩子的成绩 这个成绩是包括复试当中的比试和面试 我孩子昨天晚上在官网显示的是你录取状态 告诉我孩子说他们参加的复试 说孩子鄙视成绩没有问题 把面试分粘贴错位了 所以孩子原来面试分是72分 被他们改成60分 原来是排了140名 现在变成162名 原来是录取状态 现在被他们取消录取状态 针对这一情况 学校方面表示 分数改动是工作人员 在复试面试考生的抽签号 还原为考生姓名时出现了错误 使面试成绩与考生姓名没有准确对位 导致据此计算的考生复试成绩 总成绩随之发生错误 我没有造假 没有搞黑箱操作 不是真正一个人 是真的是我们的错误 校方同时表示 新版本成绩经过全面核实 数最终真实成绩 目前相关负责人已被免职 对学生后续工作还在进行 其实早在几年前 该校就出现过研究生招生问题 当年的考研 你录取名单公示以后不久 名单中突然增加了 六名不在复试名单中的人 其中四人都没有达到 复试的分数线 被媒体曝光以后 学校取消了这六个人的录取资格 那时隔几年 同一所学校的考研成绩 在公示完成以后 又大面积地报错 让大家对这件事情 是格外的关注 当地的教育部门表示 将根据涉事考生质疑 启动调查 全面核查成绩修改情况 还原事实的真相 下面我们来连线 本栏目特约评论员宋小杨 小杨你好 你好小慧 对于这种大面积的分数的修改 会对考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另外就是这种错误 反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先来说一下 对考生的影响吧 刚才那位家长李女士说了 之前我是142名 你告诉我说已经录取了 后边你告诉我162名 你取消录取 这就是一个过山车呀 前我还高兴呢 后一个我就哭了 那么造成家长的心理 这样过山车和考生 这样的无法面对的一个现实 原因是什么呢 我也是个高校的老师 也参加过很多 这样的类似的考试 我们都知道考试最为重要的 就是流程本身的规范性上 那么现在的考试 公正 公开 公平 还有一个就是流程本身的细化 其实做得已经非常不错了 那么问题出在哪呢 比如说今天这个考试的报表 需要我宋小阳一个人审核之后 旁边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审核 两人都审核OK之后 这个表才能报上去 在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细化的情况下 出现这样的问题 但一定是在流程上不规范 结果导致后来最后这样的结果 虽然最后相关的部门 也给一些的处理的一些意见 可是对于好称本身的 一个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创伤 现在来说是迷合不了了 我们的工作一个小数点 一个分数 就决定着一个人的一个命运 所以说对于高校来说 这样的规范性的考试 和规范性的流程 从来都应该是认真 认真再认真的 好的 谢谢小阳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世界 您的生活当中 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每天打开手机的微信朋友圈 不少好友在打卡 有的是背单词 有的是在精读外媒文章 近日 微信将这种打卡行为 定义为非正常营销行为 5月13号 微信安全中心官方公众号发布 关于利用分享朋友圈打卡的处理公告 对流利阅读 薄荷阅读 火箭单词等 在朋友圈打卡的诱导分享产品行为 进行了治理 微信表示 近期一些公众号 APP软件等主体 通过返学费 送食物等方式 利用用户分享链接 或者二维码的朋友圈打卡 严重影响用户体验 属于非正常营销行为 对此 很多被打卡刷屏的网友表示 终于能有个清静的朋友圈了 但是也有一些网友表示 坚持学英语并发朋友圈 其实很好 可以督促自己 微信方面称 针对这些违规的分享 企业只要严格按照规定 修改诱导分享部分 即可重新在朋友圈进行分享 但是如果变换方式 恶意抵抗多次违规 一经发现 微信团队 即会对其做出相应处理 其实除了这一次 被点名的英语学习打卡 朋友圈中还存在着 各式各样的打卡 比如说微商打卡 读书打卡 运动打卡 这与英语学习平台 要求的打卡模式 如出一辙 除了这些 一些商家也经常会用 抽奖打折的名义 让消费者发朋友圈 求好评 求点赞 招揽生意 进行变相的炒作 下面我们再次连线 评论员宋小杨 小杨 对朋友圈当中 这种五花八门的打卡现象 你怎么看 我是一个高校的老师 说实在这英语打卡 我的朋友圈里 见的可能比别人都要多 其实微信 无论你是有几千人的 这个目录 还是有几百人的 相对来说 它是一个封闭的 一个社交圈子 我每天只要碰到你 总往里面打卡的时候 你是在学习 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在干扰我的朋友圈 那么从商家上来说 你是否考虑到 真正的用户体验 怎么做才会更好呢 他发到了朋友圈 转发了 前脚让你截图看到了 但后脚它删除了 你说你做的这个行为 是不是变相来说 也是把自己给骗了 从现在营销的 这些手段来看 让大家这种硬转发 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 一点就转发的行为 从运营上来说 其实也是比较低端的 一个运营行为 现在的商业模式 有很多 我们选了最低端的 你的产品本身 出口能好吗 英语学习 并不是给自己 每天有个形式上的打卡 更多的是单词 记住了几个 打卡重不重要 打卡在心里才更为重要 好的 谢谢小杨 在这里我们也征集一下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 电子邮箱联系我们 同时也欢迎大家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 近日四川警方成功打掉了 一个流窜作案的 特大骗婚团伙 这伙人打着相亲的名义 骗取受害人的礼金 王某就是因为结婚心切 而上了当 事情要从今年的4月8号说起 四川遗拢的大陵男青年 王某清晨刚一打开房门 当地的媒人李某便不请自来 兴冲冲地要为王某 说上一门好亲事 李某的介绍让王某心花怒放 也让正位儿子的婚事发愁的 王某的父母高兴不已 王某的父母当即拜托李某帮忙撮合 并允诺事成之后一定中线 两天后 媒人李某便如约 带着准新娘刘某和刘某的亲属 近十人来到了王某的家中 眼见刘某面容娇好 落落大方 王某和父母打心眼里满意 他们一边端茶倒水照顾来客 一边在媒人李某的点拨下 主动向刘某及其亲属 送上了400元到1200元 金额不等的红包作为见面礼 这边 王某正在跟刘某相亲 而另一边 当地派出所 却收到了群众提供的线索 我们还说是同时接到了 人家去梁胡人家的保镜 人家自己在相亲过程当中 可能被诈骗 梁胡人家相亲的旅情面 都是同意的 这个就严重地违反了 我们这个宣传相亲的现状 短时间内与两名亲戚相亲 军村中和局首需要理确 和看家里 这一线索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视 根据警方初步判断 刘某一伙有骗婚嫌疑 4月12号上午 媒人李某第二次 带着准新娘刘某一行 出现在了王某家中 这次的目的便是假借看家之名 上门说取看家里 和之前不同的是 这一次宁警化妆成王某的亲属潜伏在了王某的家中 待诈骗人员进屋之后 警方的抓捕行动随即展开 根据警方调查 该诈骗团伙以收取见面里 看家里等方式 不断向受害人索取财物 直到受害人主动退出 一年多的时间便在四川南充 达州 巴中等地 作案上百起 诈骗金额巨大 还有几个组织的 专门织的那一堆二十岁左右的女青年 可能有八到九人 专门同时与南方相亲 并能够参与了二种情绪 且还与相亲 应由南方上大 当地场合里面还有专门版面的 这些相亲女青年 并服务大与大妈那种情绪交织的人 而且在我们这个郭弟弟的媒人 还有些人民知道 这些诈骗发行的时候 在给他们群众 需要相亲的男家人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再次提醒各位 相亲的过程中 要及时核实对方的身份 不要被诈骗分子的 欢言巧语所迷惑 在涉及钱财问题时 不要轻信他人 免得落个人才两空 同时请有相同遭遇的受害人 积极向警方检举 近日江苏张家岗市人民检察院 公布了一起诈骗案件 犯罪嫌疑人秦某 一人分饰两绝 利用生活中对朋友的了解 假扮美女通过聊天软件 骗取好友近20万元钱 2018年4月 一名姓潘的男子 到张家岗市赵峰派出所报案 说他在张家岗的工地上 做工程的时候 在网上交了一位女朋友 相处了近一年时间 通过手机给对方 转了20万元钱 后来就突然联系不上了 他觉得自己可能遭遇了诈骗 给对方发信息 对方也不回 然后对方也不主动找潘先生 他慢慢地想想 以前的各种情节 就是感觉这个事情不太对 潘先生1987年出生 四川达州人 在张家岗市 同时做了几个工程项目 闲暇时喜欢在网上聊天 2017年3月份 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 名叫恋的女网友 这名女网友不仅人长得漂亮 而且和潘先生还聊得很投缘 网名叫恋 他的真名叫乐依依 给人看上去是一个蛮清爽的 就是你在工地上面 做什么的 哪一项工作 比如说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 工作是怎么进行的 是什么工序 我也给他讲解了 然后他也说了 他也是知道的 随着聊天的深入 潘先生发现 这个姑娘和自己 有着很多共同语言 为了示好 潘先生会主动给对方 发一些手机红包 在聊天过程中 潘先生发现 网友恋家境殷实 对方甚至主动表示 能在事业上 重复一臂之力 无稀疑先自己有 自己的房地产公司 有两块地皮是自己开发的 然后是他们自己内部的 然后后面就让我去做 网友恋告诉潘先生 自己老家是山东的 自己的家族一直在做房地产项目 所以对潘先生工作上的事情 知晓一二 并且很理解他的辛苦与不易 潘先生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能够认识这么好的一个女孩 很快两个人变确立了恋爱关系 潘先生发红包的次数和频率 也更高了 这个潘先生跟这个女网友 交往期间 有时候给这个女网友 发30个红包 每一个红包 大概最高也有200个 两人交往期间 潘先生也曾经尝试 跟对方视频聊天或者语音 但是对方总以工作忙为由拒绝 潘先生开始有些怀疑 他的这个女朋友 是不是真的存在 他把自己的事情 告诉了好友秦某 秦某是他的老乡 和他认识 也有两三年的时间了 平时两个人无话不说 秦某很快答应 帮他打探一下 女网友的身份 他说他调查过这个人的 他有朋友认识他 能找到这个人 他说他们的产业蛮多的 他查过的 有这个人可靠的 有了好兄弟秦某的一番查证 潘先生不仅打消了疑虑 还对自己的这个女友更加信任 然而没过两天 女友突然给他发信息求助 说自己遇到了麻烦事 他们老家山东那边 就是说有急事情 家里仓库着火 他说走得急 忘带钱了 能不能给我借点钱 我说借点 借点 女友告诉潘先生 他得知家里出事一时慌张 开车出门往老家赶的路上 才发现钱包都没带 潘先生一听 女朋友遇到了困难 便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不到两天时间里 这个网名叫恋的女孩 一路上没有钱吃饭 没有钱加油 修车等理由 由陆陆续续 让潘先生发了 四千元人民币的红包 潘先生的慷慨相助 似乎让这个女孩很是满意 在这之后 两个人的关系 变得更加亲密起来 她说我想吃个早餐 然后我可以 我给你发个小红包 逢年过节 都要发礼物 买东西 然后还家里面 除了买衣服 买礼物等开销 女友还告诉潘先生 她正在谈工程 一旦拿下来了 就让她来运作 但是现在需要钱 来打点人际关系 潘先生虽然有些存款 但是女朋友 几乎每天都以各种理由 要红包 再加上市场所要的 几万元的打点关系费用 时间久了 潘先生也觉得 有些吃不消 这个秦先生们 就安慰这个潘先生 他跟他讲 他说现在谈恋 哪也不花钱的了 再说了 对方家里条件也这么好 根本也不缺钱用 对吧 你现在追求对方 你在他身上多花点钱 显得你大方 也算一种 就要给人家 留一个好的印象 也算是一个长线的投资 以后两个人 真的在一起 他家里面所有的钱 那也是你的钱 这一番说辞 让本来就对女朋友 出手破绰的潘先生 更舍得下本钱了 自从认识这个女朋友后 潘先生先后 投入了不少的资金 有时候红女朋友的时候 钱不够了 好朋友秦某 也会主动地借钱 给潘先生 后来潘先生的三个空地 出现了资金周感困难 秦某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让他和女朋友借钱 一是可以解燃眉之急 二是可以试探一下 女孩是不是真心对他 这个女王爷就问这个潘先生 他说你大概需要多少钱 这个潘先生就讲了 他说我大概需要 六万块钱用于周转一下 这个女王爷就很好爽地 他就答应了 他说没有问题 他说你把你那个银行卡 发过来 他说我明天就给你转过来 到了那个第二天之后 对方真的是给他 汇过来六万块钱 这次考验之后 潘先生彻底对女朋友放心了 女朋友提出的任何要求 她都一一满足 紧接着 女朋友已在无心拿地 拿工程请客送礼 打点关系等理由 从潘先生那里拿走了 六点六万元钱 但是后期 这个工程却始终没有结果 2018年初 两人交往了 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女朋友提出要结婚 潘先生听得很高兴 然而谈婚论嫁的这一步 也并不顺利 因为女朋友还提出了一个条件 他说要见家长就去买 要过得去一点 你不买一辆抽吗 我看看能买什么抽吗 然后他就跟我说 奔驰CLA20 云游想安排 潘先生和自己的父母见面 希望他置办一辆高档轿 这样在父母面前也更有面子 这个要求让潘先生有些为难 此时的潘先生 已经没有什么积蓄了 之前有不少给云游的转账 都是找亲戚朋友借来的 要向全款买车并不现实 如果贷款买车 自己之前有不良记录 贷款肯定会遇到困难 云游知道后 马上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找你的亲戚或者朋友 去办理这个贷款 就是车子就可以写他的名字了 只要你能信得过就行 这个潘先生听这个刘娅然这么一讲 他当时身边也没有其他的亲戚了 然后他身边的朋友 也就只有秦先生 然后他就把这个事情 就跟秦先生讲了 齐某一听当场就表示同意 说买完车后 再过户到潘先生的名下 但是要求潘先生 每个月把车贷款得打给自己 商量过后 两个人便一同到汽车4S店 交了手付款 在齐某的名下 贷款买了一辆凯利拉克轿车 两人商定 由于潘先生没有驾照 平时由秦某开 潘先生用车的时候 秦某在充当潘先生的司机 这让潘先生觉得很有面子 买完车之后 潘先生就等着女友 安排去拜见未来的岳父母了 可是没想到的是 女友先是敷衍推托 之后就干脆不回复潘先生 彻底消失了 就在贷款购买汽车的第二个月 潘先生的几个工程出现了资金断裂 两边的工人和供货商 都在找潘先生要钱 潘先生只好跑到外面 躲账藏着起来 这段时间 这个秦先生给潘先生打个电话 就问他 这个车贷的钱能不能给他 因为要还了个车贷了 他说你要不给我的话 那这个车子我就要卖掉了 潘先生的车子呢 也被这个秦某直接就卖掉了 在外躲避的潘先生 冷静下来仔细想了想 近一年来发生的事情 刚买了新车没几天就让人卖了 从未谋面的女朋友 连电话都没打通过 自己却通过红包转账 给了对方二十多万元 他突然觉得 自己可能上那受骗了 便能派出所报警 经查证 洛依依并无此人 两人出来聊天的社交软件 潘先生没有女朋友的 其他联系方式 警方随即围绕这个神秘女子 展开了侦查 潘先生向警方提供了 他给所谓女友的红包记录 和银行的转账记录 警方在核对转账信息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细节 跟这个女网友交往期间 这个女网友主动 给她汇过了一笔六万块钱 然后民警立即对这个 潘先生他自己的一个 银行交易记录 进行了查询 发现对方给他 汇六万块钱的这个账户 是他的好朋友 秦先生的一个银行账户 明明是女友给潘先生转的账 但是汇款账号 却是潘先生的好友秦某 警方怀疑 秦某在这起案件中 有重大嫌疑 很快警方在张家港的一个 出租屋内找到了秦某 现场从秦某的身上 找到了两部手机 其中一部手机的聊天软件上 登陆的正是潘先生的女友 练的账号 秦某到案后 很快又承认了自己冒充于网友 诈骗好朋友潘先生的犯罪事实 秦某说潘先生重色轻友 有钱不给工人们发工资 却很乐意给素不相识的女子 这一点让她很看不惯 所以就想扮演女子 骗她点钱财 诈骗后的钱财 她和朋友都去娱乐场所 进行高消费挥霍掉了 2018年7月16号 张家岗市公安局 以犯罪嫌疑人秦某 涉嫌诈骗罪 向张家岗市人民检察院 移交审查起诉 经本院审查认定 犯罪嫌疑人秦某诈骗 被害人潘某是19亿万元 已经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 所以根据这个刑法的规定 我们认定犯罪嫌疑人秦某 有如实供述的情节 最终对她提出 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 2019年2月18号 张家岗市人民法院 以被告人秦某构成诈骗罪 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16年前 浙江义乌一个9岁女孩 外出玩耍的时候 不幸遇害 近日义乌警方终于破获了 这起积压多年的命案 2003年10月12号早上 家住浙江省金华市 义乌市御宅村的御家父母 像往常一样出门做工 工作一天之后 当他们晚上6点多回家时 御妈妈发现 家中只有儿子和侄儿 自己的女儿并没有在家中 御妈妈以为孩子在邻居家玩耍 于是她开始到附近几户邻居家找女儿 小女孩的母亲说 她自己出去找了一圈 没有找到自己的女儿 当时已经晚上7点多了 她心里很害怕女儿有危险 于是她开始叫着家里的亲戚朋友们 一起去寻找 在房子里发现了小女孩的裤子 现场还有血迹 这时小女孩的母亲心里很害怕 她觉得自己的女儿可能已经遇害 我就一直往那边 好像有个她在教我一样的 大头的地理往那边 折去折去那个坛 一样看到我女儿哪怕在那里 小女孩为什么死在池塘中 橘林的房子 为什么会有血迹和小女孩的衣服 是谁向一个9岁的女孩 下次毒手 带着悲伤和愤怒 小女孩父母向公安机关报了警 当时接到报警之后 里面有明显的这种一些插痕 还有一些可疑的扳机 那么这些东西 我们当时都对心急了一些 非常仔细的勘察和提取 张警官告诉记者 因为当时案发现场 找到的线索十分有限 而且这个地方比较偏僻 很少有人在这里活动 所以他们当时只能采取 大范围摸牌的办法来寻找线索 可这就如同大海捞针 工作难度非常大 现场的话 这些物证呢 我们当时呢 也进行了这个检验 但是由于当时的一些技术迷范 就是说能够达到 各地识别要求的这个物证 没有检出来 所以造成的最后就是 这个案件的纠正未破 那么这个案子呢 实际上在这16年的时间里面 被翻出来过很多次 包括里面的生物检查 包括检查 也都做过很多次 但是也是技术有限嘛 技术有限 但是所以也没有 也没有拿到有用的线索 那么这次呢 是在18年的时候 我们重新又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通过现在新的DNA的技术 我们在里面提取到了 一种外蓝色体 一个男性的外蓝色体 那么通过这个外蓝色体 我们重新又开始弄组 通过这个线索 办案民警们 再次对案件进行综合研判 认为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更大 民警们从几十个疑似人员中 进一步筛选 发现其中杨某跟现场遗留的 歪染色体的相似度很高 但是通过进一步的核对 发现并不是同一个人 于是警方认为 当时的犯罪嫌疑人 应该和他们属于同一个家族 因为他们的相处程度非常高 所以就是通过审厅专家的这个建议 他们觉得应该是同一个家族里面的来源 锁定这个养性家族之后 我们通过行程手段的确定了最终的这个 嫌疑人 锁定犯罪嫌疑人后 警方第一时间对其进行了抓捕 在与警方对抗了几个小时后 杨某开始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 他当时年纪比较轻 经常在网吧里面玩 那么玩了一些暴力杀人的游戏 这些之后产生了这么一个 想要杀死一个人的这么一个想法 正好当时他在案发的那个局里里面 在那里休息 因为当时他是从网吧出来的 在那里闲逛 在那里休息 然后看到了小女孩一个人在田野里面 所以他就做了这些事情 16年的时间过去了 在这期间 杨某在工厂里上过班 卖过早餐 还在加油站做过加油工 当时18岁的杨某现在已经娶妻成家 并且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当时当然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他们打架 在玩游戏 玩的时间惨的 拿来挂不好吃 我也没想这么多 你现在已经成为一名父亲了 对吧 你这父亲突然看着16年前这个事情 转换下角色 你觉得你怎么看这个事 出生多多 16年的命案最终破获 杀害小女孩的真凶 也被警方抓获 当得知这个消息时 小女孩的母亲非常激动 有时候自己也想 别人的女孩就长大了 我女孩也这么大了 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 我女孩是个大姑娘 这么年轻的人会做这种事情 不是人 是个畜生 目前该案件已经移送检查机关 审查起诉 等待杨某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您正在收看的是热线十二 不久前 家住延安的陈立友老人 儿子儿媳因一氧化碳中毒 生命垂危 但昂贵的医疗费 让老人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 放弃儿子 救儿媳 事情发生在3月19号晚上 当时陈立友的儿子陈岗和儿媳妇 杨洪燕在家中用煤炉取暖 不幸双双一眼化碳中毒 一天之后才被房东发现送往医院 入院50多天 儿子陈岗被医院诊断为 脑死亡超过50% 同时因公血不足需要截肢 儿媳杨洪燕情况稍微好一点 但是也只能躺在病床上 说不出一句话 从3月19号中毒住院后 陈立友的家人通过网上筹款 和向亲戚朋友借钱 治疗费已经花了20多万元 这个时候 陈立友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放弃亲生儿子的治疗 救儿媳妇 有两个阿娃 然后也没有这只骨子 都是农民 我爸最初就想着 你看我哥这么情况 能不能治好两回事 而且喜娃和苗茫 一次要看两个病人 这个花费特别大 没有那么多的钱 我爸说 那必须就把我哥放弃了 把他们儿子放弃了 这个钱开我手上 陈岗的儿女 一个13岁 一个7岁 为了让他们不成为公儿 陈岗的父母再三考虑 决定忍痛放弃 病情较重的儿子 用剩余的钱 全力医治儿媳妇 4月初 陈岗被父母带回老家 宝塔区 逢庄乡甲庄村 因为陈岗生活不能自立 老两口 医不解怠照顾儿子 每次为儿子吃饭 只能用针管 将营养液注射到儿子嘴里 勉强维持儿子的生命 前两天 昏迷的陈岗 突然苏醒了过来 提起自己的儿女 他还会激动地流泪 这让老两口心疼又犯愁 陈岗的父亲称 他现在已经打消了 放弃儿子的念头 儿子儿媳都要救 一个都不放弃 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获悉后 已经对陈岗家 紧急启动救助程序 临时救助两万元 并着手为他们家申请低保 我们了解到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已经为成岗夫妻发起了募捐 目前筹集到的善款 是已达到了三十多万元 就像网友所说的 我们希望他们一个都不要放弃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 甘肃景泰的一对退伍军人夫妻 他们利用当地的气候条件 种植小金瓜带领乡亲们 走上了脱贫路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 曾是国家级贫困县 干旱的自然环境 和薄弱的经济基础 是摆在当地人脱贫路上的 两块蓝路石 十年前从部队退伍后 三十一岁的来政娇 和三十五岁的丈夫基安民 选择回到了家乡景泰县四滩乡 2010年 夫妻俩成立了 景泰一封养殖专业合作社 九年来 合作社从最初的五户成员家庭 发展成了拥有一百一十三户农户 五千五百亩土地 远近文明的脱贫模范合作社 而这一切变化 都要从2017年 翟正娇决心大力种植 小金瓜说起 景泰的小金瓜 种植在黄土高原 与腾戈里沙漠过渡地带的石头地里 由于这里海拔高 降水少 日照时间长 昼夜温差大 所以采用传统耕作方式 种植的小金瓜 瓜嚼细腻 立香浓郁 但这样的农产品 早年却一直不被外界熟知和看好 当年 翟正娇和十几户农户 流转了一千亩土地 种植小金瓜 后来小金瓜取得了丰收 但销路却成了百在大伙面前的难题 这时 翟正娇从当地红十字会了解到了 全国红十字系统首届众筹扶贫大赛 正在举办 翟正娇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报了名 经过两个多月的比拼 翟正娇不仅拿到了 十万元的生计发展金 由于参赛带来的宣传效应 当年滞销的小金瓜也销售一空 就连次年的订单也供不应求 如今 翟正娇和他的合作社 依托这种全新的互联网加扶贫模式 已经辐射带动了周围 122户贫困户脱贫 红十字系统众筹扶贫大赛 又叫红品项目 是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不爱加原生计保护项目支持的扶贫项目 今年的大赛3月20号再次启动 将采用产品众筹模式 动员全国各级红十字会 对口扶贫点和易受损地区脱贫带头人 带动贫困户三赛脱贫致富 日前广州铁路警方通报了一名买短乘长的旅客 这名旅客不仅拒绝补票 还公然辱骂暴力推丧车站的工作人员 5月12号 一名男子手持北京锡至称州锡的车票 却在韶关下车 在出站的时候拒绝补票 并在出站口公然辱骂暴力推丧铁路工作人员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到场处理 该男子拘捕接受民警询问 经调查该男子到达韶关站后 在出站口尾随一名女旅客 从出站炸鸡逃票出站 被铁路工作人员当场发现 在要求补票并且加收已成区间 应补票价50%的票款的时候 因为加收部分的票款问题拒绝补票 该男子的行为 严重扰乱车站的出站口秩序 广州铁路警方对其做出了 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决定 黑龙江哈尔滨的11岁女孩高雅 先天失明 每天她手持盲障独自上学 但她不知道的是 在身后她的妈妈 一直在默默地守护着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